千万富豪八十岁父母学居山洞之中 东中环境如垃圾堆一样脏腕不堪 与十几只流浪狗同吃同睡 老人年过古稀为什么会住在山洞里 儿子既然有能力又为什么忍心对他们不管不顾 这其中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引擎 点赞关注今天的故事这就开始 在湖南岳阳市平阳县的深山之中 记者听闻这里有两个八十多岁的老人 我举在山洞之中 现在又不是原始社会 怎么还会有人住在山洞里呢 记者非常的好奇 便要来时地一探究竟 跟着当地村民的带领走过蜿蜒齐驱 半个多小时的跋涉 终于来到山洞的面前 只见山洞不高只有一米多 而且非常狭窄 正当记者还在观察时 洞中突然钻出两个身影 让他们猛的意境 静下一看原来是个年近八旬的老人 他浑身沾满泥土头发花白蓬腕 身上的衣服已经陈旧不堪 皮肤有黑布满的褶皱 由于洞口挨小他们勾罗着身形 显得更加的瘦弱矮小 可能是因为非常久时间 没接触过外人 他面对陌生人似乎有些警觉 记者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 竟然真的有两位老人 一直住在深山的洞中 据村民介绍这两位 一个是陈爷爷 另一个是陈婆婆 打招呼见他们并没理会 便让同村人过去几时以下 经过一段时间的游说 他们终于同意让我们进去看看 因为洞口太小 记者只能弯腰勉强记录 放眼看去洞面的情况非常的不堪 四五米深的洞穴里面昏烂脏乱 地面和墙壁凹凸不平 还附着着一层厚厚的浮沉 还有几只小狗生活在里面 随处可见的排泄物发出震震的臭 简直难以忍受 他们为什么会待在这种地方呢 难道村里附近政府帮他们建了一间房子 可他们就是不住 这就让人非常不解 为什么明明有房子不住 偏要住在这荒芜人烟的深山之中 为了证实村民所说的 记者又来到村民口中所说 政府给他们建的房子 看看是不是确有其事 赶了一段时间的山路 出现了一个红色砖瓦结构的房子 推开院子的大门 撒草和几十只猫狗鸡映入眼帘 看起来没有一丝 最近有人生活的痕迹 屋子里有个石头搭起的简易灶台 一床早已发黄变臭的破被子 虽然很残烂 但是稍微收拾一下 肯定会比山洞中的情景好很多 但这就让人匪夷所思了 他们怎么就不愿意住在这里呢 记者来到村里了解情况 村里的人都说 陈老头那人一直特别固执 从不听人劝 之前村里给他们家盖房 本来配的还有家具 可他们为了取暖竟然全给烧了 简直让人无法理解 村里考虑他们可能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免费把他们送进了当地的养老院 他们没两天又自己跑了出来 后来没办法村里人看他们可怜 经常给他们送饭送菜 可他们懒得每边 弄得屋里脏乱还不舒适 慢慢的村里人受不了 就没再管他们 记者好奇 那他们怎么解决吃的问题呢 村民说是可能在山上找的东西吃 陈婆婆偶尔也会出门乞讨为迟 记者听闻有些于心不忍 赶紧准备了两份盒饭 给山上的老两口带去 陈爷爷接过饭菜 可能是因为家里没有家具 随手放在地上就开始吃了起来 撒到地上的菜老人也不在意 捡起来直接往嘴里塞 家中的鸡和狗闻到香味也跑了过来 两位老人和一群小动物 就这样吃了一顿饱饭 剩下一些饭菜 被陈爷爷倒在一个垃圾桶里 里面还有些黑曲曲的水 谁知老人却说是放着下一顿吃 这给记者直接整无语了 可能是因为他们送了饭菜的原因 老两口开始愿意开口说话 记者便把心中的疑惑问出 在交谈中老人自豪地说 他有个儿子在镇里工作 今年已经40岁了名字叫陈亚男 现在已经当了大老板资产超过千万 还有很多的房子 是他们的骄傲 可是儿子已经七年没有回家看过他们 怕儿子回来不认识路 就一直住在山洞里等着儿子回来 记者听到这话非常的震惊 分不清大爷说的是真是假 他儿子既然已经身家千万 怎么还会忍心让父母住在这么残破的地方 即便中间有什么误解 但是都是一家人至于做得这么绝吗 随便出点钱 都不至于让老两口落得这般劲敌 还是说现实并非如此另有隐情呢 为了一探究竟 记者来到陈爷爷口中的县城 按说县城里千万富翁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附近的人最起码会有听说过的 可问了好多县里的群众 都表示从没听说过陈亚男这个人 毫无头绪的记者来到当地派出所 登记好一切手续之后 根据警务系统查实 陈亚男这个人竟然根本就不存在 这就非常让人怀疑了 明明陈爷爷说的时候头头是道 好像真的确有歧视一样 不会是骗人的吧 记者问会不会是系统出错了 而警察却表示不会 查不到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这个人已经死了 另一种是变成了黑胡 线索断了调查进入了死胡同 无奈只能折返继续去村里 看看村民们知道些什么 当村民知道还是关于陈爷爷的事 多少有点不耐烦的说 老陈年轻时候就有手好闲不务正业 还逼得陈婆婆独自出门乞讨 有钱了就出去吃喝玩乐 没钱就在家待着 后来不知怎么得了神经病 他们确实也有了个儿子 估计是受不了他爹那样 最近这些年出去了再也没回来 听村里有人说在县里见过 天天乞讨流浪 靠石荒生活 老陈说了儿子是个大富翁 那都是他自己在哪儿胡说 他明明知道他儿子是个流浪汉 按照村民这么说 那陈爷爷的话很可能是假的 记者问过之前村民是在哪儿看到的陈亚男 便又根据线索来到了县里寻找 可来到了村民所说的那座桥找了半天 桥下的桥洞里也都找过来各遍 根本就没有看到陈亚男的人影 问了附近的住户 他们说上次见到都是一个月之前了 经过这一波三尺的寻找 仍然没有一点消息 无奈只能把找不到陈亚男的消息 告诉了陈爷爷 陈爷爷沉默了很久 终于说出了陈在心里多年的真相 原来就在七年前 他和儿子吵了一架 那一次吵得非常凶 冲动之下儿子便离家出走了 至今还是要无音讯 由于不想让外人说儿子闲话 便说了这样的话 现在每天都在盼望着他能够回来看看自己 得知真相记者也深感抱歉 并没有带回陈爷爷的儿子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希望能为陈爷爷做点什么 便联系村里给他们做做思想工作 让他们去养老院待着 陈奶奶考虑过后跟着救出了门 打算听从安排 可是没走多远 陈爷爷就大声叫嚷着陈奶奶 陈奶奶没办法 只得又转头走回了屋里 也许陈爷爷的这些做法 就是为了惩罚自己当初 做了那些不可理喻的行为吧 可能在他的世界里 儿子能够原谅他回家看看 成了他余生唯一的信念了吧 如果陈爷爷的儿子 能够偶然间看到这个视频 请回家看看吧 不要让这件事成为 你心里唯一的遗憾 本期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